何谓救世?何谓灵修?何谓转世菩萨?何谓净化佛祖?何谓救世? 救世含义,凡一切有情众生及六道的众生,凡草木所养,一切万般诸苦者,以法拔除其苦也,称为救世 其中包含许多的法门,就是包罗万象。借一切方便法门,度有行,无行,借以度化拔苦 就是用尽一切法门,度化不同灵性的众生。所以学到以来,若不以这一点之心,则难对众生有一究竟之交代 草木也,供养也,供养万仙诸佛,供养六道众生,一切生灵,凡供养一切者,亦即不管他是什么灵体有行或无行,皆亦平等之心对待 草木养,人性即,胎生,食生,卵生,化生,六道。然而世间的众生执着难得脱离 你们救世之门太窄了,救世就像摇米入锅,先将污汇洗净,米才会清清白白 之后才来说修,再说自信清明,这样人家才听得懂 救世也,行菩萨道,活泼玲珑,肉体先安定,灵性修持才有机会 人言,踏入佛门,懵懵懂懂 救世如同六道众生步入修行,都有机会接近菩萨 菩萨以肉体不施,广结善缘,借道场飞鸾显化,开设鸾堂,起信众生,相信灵性,心性 人乃是一条灵来转世,在他们相信之后再来说进道修行,反之,则根本就谈不上修行 救世如同外面的门槛,踏得近来站得住的,才来说修道 若在门外徘徊,看似十分虔诚,但心灵被一条无形的线牵着,看到飞鸾显化才肯相信,他们对修行根本就不在意 不管任何教派均已无拘无束,用活泼方式劝化修行,随是农工商,方便出路为救世法门 但此还未谈及真正心灵之灵修,这就是救世的第一步 问题是你们在救世的初步就断了他人的佛性,为什么呢? 因自己的偏执、见识,加上无法包容 他人处到此地,难免一时无法了解你们所说的道理,所说的话 所以在初见之时,当说皮毛,再慢慢了解习性众生 不了解习性就难以用到与法破其障碍 所以神圣就是只有靠飞鸾显化来度他们 彼生,他们要看到这样,才要信 因为众生痴迷啊,痴是众生 所以或宅修行,若无法将道很自然,且平常话地传出去 他们就无法明白后面还有很深奥的佛法 可以得究竟的脱离苦海 初见之时,你说的那么深,他们根本无法接受 那么多的救世功,救人的肉体与灵性间对抗 邪魔妖怪,甚至邪灵,怨灵的化解,双方 有形与无形,达到和解,才有办法收服他 救世不分肉体或灵性,全都应该要救度 然而,你们人看了皮忘了理,看了理后就忘了骨 看了骨后又忘了骨髓了,所以你们的执杖就在这里 你们现在所做的救世救世,本身要很活泼玲珑 才有办法帮助别人将困难解决 你们要办救世的人若不在凡尘间打滚,历经沧桑 如何能了解众生痛苦至极到何种程度 不去了解就无法办救世,所以你们要看尽一切众生的沧桑和历血 你才有办法怜悯众生,才有办法体谅,进而感化他们 否则一切免谈 最后再来谈论佛灵转胎的是 以平常心对待,若看对方有成长时 再做尽一步成全的打算 二,何谓灵修? 灵修是教化,修炼这灵性让他上清下着 灵修者,时时刻刻将自己的灵体修得与宇宙同大 与世间之灵同气,幻大幻灭,幻小幻大都能够相亲相合 因灵体无所不在,灵者,夜行千里,时时不眠不休在运转 人之三魂巨足,要如何修成三魂一体? 人与天地当中真气相连,修道能知因果,知道恶灵,邪灵,知道是神 去除类是转世之恶习与因果恶种,以及透析轮回所滋生的因因果果 或是轮回转世之真灵佛性 所以,明白来去,才能控制住肉体为非作代 一个重视灵修的人他对身外之事,勿不会在意,也不会执着,不受他所获 也不受他所迷,这样才能真真正正做自己之主人 不会执着于肉体的痛苦与折磨 如果不能控制自己之灵性,即无法安抚七情六欲 这样是谈不上灵修的 灵性的痛苦是为修炼至灵清,灵感为目的 并不是修来只是要知道而已 灵性修持在于追踪,最深的就是绝空已灭,六通已逝,六灭已绝,六念已消 才能达成非空换空,也空亦空 否则你们就算保得住肉体,呆灵魂归,肉体分支时,仍然无法镇静,仍然魂飞三处,无法归一,直冲宇宙,无法在大宇宙自由运行 开荒度化,其人怪事都会遇到,你们要向道学认真下功夫,并不是会赚钱,善辩善言就能度化人 心量之法就是灵性,脱灵度化,但是,你们的心念如果是幻化,那么就会遇到因果与你互相呼应 灵性一念词,他人绝对会从自心感应,但是,灵性呼唤出去的是名语力,则你遇到的因缘都是著名着力 所以,因时时刻刻教化灵性慈悲为怀,二六时中不宜放松,如此,才有办法灵包于天地,天地包于你之肉体与小宇宙 这样,你的念所发出去绝对有因果,念头之生成,由灵性去营造不化,就有办法使你的愿望达成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但是若有恶念天意从之,均由自己的因果所生出的 有修才不会空空地来又糊里糊涂地回去,否则,到时说要跟吾回去 无确度不来若遇到灵修的人很会说,又起价,你们若不以灵性去分别,到时谁带你去,无事不知道 心要清楚呀 三,何谓转世菩萨 菩萨乃是凡间人修炼而成,一个人发愿要救药救度众生,要舍身,舍一切帮忙众生拔离痛苦,由我受苦使众生得乐也者即是菩萨 转化度人,一无知发心,我一人承受痛苦使人能得乐及再世菩萨 自己有发心救世菩萨,既然是菩萨,愿意救度众生,众生受你所度时,与你同心同意,同发心救度众生的人就是你的转世菩萨 但是,你若发出来的心做不到,则你的转世菩萨易于半途夭折,那么,你哪有化身呢? 如果在世就无法行菩萨道,岂有办法回去成就菩萨道呢? 不要说修炼到何种程度? 你若发心修炼救度众生,大悲大慈,怜悯牺牲,发心要救度众生,即是菩萨,当发菩提之心者,即是菩萨 以你所行,运行在娑婆世界,不眠不休,你度化之人与灵,与你所行,所作流传下去 这样,你的菩萨灵转千胎,化身万灵,此乃菩萨转世 自己的发心不够,救度不到人来,因为你的牺牲不够,你的菩萨心肠有分别,有对待 若受诸魔考时就跑得比谁都快 那当然身边就没半个化身了,反而比你还会计较的人就成为你的化身了 就叫做众生,那么你的业就消不完了 无看你们个个都是菩萨,都是在世佛 愿意救度众生,也愿意成全人在身旁跟着一起打拼 可是,目前没半个人放心将身家财产都交给你处理 因为你没先学习不失,为先学习牺牲 如果你先学习牺牲,学习断情断欲 有钢铁般坚决的心来救度众生,与众生平等心 反之,则难生大功无似之佛种,就落入了七情六欲中 那你不是菩萨,你是众生只是比一般众生稍懂事而已 说要开荒,救度人,无法以心化心,以意度人 那么人家当然就无法听你的话了,这样你就成为永远孤单的修道人 因没有人敢随你的步伐而修了,那么以后若修成正果回去,也没有半个兵要追随你 这样你修成正果有用吗?你有办法修成正果吗?没办法 因此,在世时就要有一片道场,你们要开创自己的一片道场,不然的话 你们这样修道只是虚度光阴而已,要做就要做的彻底 但是要了解众生无奈的地方,以体会谅解的心情,才可以契入他们的世界 人生虽然很好,但是不可以失去了智慧,无看你们何时身边才会出现几位跟随的菩萨 学习你们的脚步去拼,去行 你们度化的众生转成菩萨,这样他就是你的分灵将士,他修你的法门而修成正果 如果你这个龙头偏差了,他不会那么傻,久了他也会了解,不是道就是无人跟着进 要记住,菩萨两个字好好去研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为之菩萨,菩萨不懂事发心随意 还要永永远远不退转,才有成佛的一天 若认为自己不是菩萨,那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又是什么?自己如何修行?如何度化人? 不要连这个道理都不会说,甚至将最粗浅的东西丢掉,而说虚华的话语,是问,谁听得懂? 最踏实的就是菩萨,最基本的是道,最绝空的就是佛 转世菩萨你们要有办法生出一条灵,千万灵,化身你的脚步,与你一样的牺牲,重道的菩萨出来,它就是你的转世 目前你们放眼看的全是菩萨,只是你无法将它们变成是你的转世,要这么做吗?要! 这就是你们的目标,这样菩萨就会越来越多,以一化十,以十化百,以百化千,以千化万,以万化亿,以亿化千千万万的无以数计横和沙般多的菩萨,如海中之沙般那么多算不轻 4. 何谓净化佛祖 修得如来佛净只有清净二字而已 心轻才能净,一个转世的菩萨再来修炼,虽行菩萨道,也是同时修炼清净二字,才有办法见到自己的如来佛性 如果不修行这清净二字,一生所做也是无法达成究竟,但是如果不将清净一直转化,住在你们自己的佛性中,这样你所学的真理都是这里而已,最后这里只不过是漫天纷飞的灰尘,它图谋你佛性污秽脏乱而已 如果心能清净对六欲不着,自然万念不生,这样才有办法说清净 菩萨也者,再尘不染尘也 如果不净化佛性,自然就会受凡尘一切诸数,也难脱净呀 所以修道人不要悠悠患患,要轻轻净净 既然我们若做不到,但我们静心了,一切但看上天运转,人世上已经尽力了 就不再在自信当中烦恼担忧,难去难化 这样你的佛性,你的灵性无法安定,你的心无法安住,会忐忑不安 自然灵性就无法清净,它时时刻刻不得安宁,于是你的肉体就不乖了 进化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随时在六欲升起时随即化掉 用清净的心转化千丝万想的念,慢慢的进化 最后即能学习到淡泊二字 这样就算落在平凡中也懂得极流勇退,你就有办法抛下一身的束缚,以及名利 甚至在佛堂中一切的牵连,你都有办法在你该退之时知天乐命做一个清清净的修道人 佛性若清明,才有办法知道我们何时要认真谨守 好好的修炼,若该要隐居退休之时,绝对不与人争,不与人夺,也不与人分高分低 一切世间知识自有世间人去操凡,并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担忧的 人一辈子到一口气断为止,我们人若心烦一事,心若福,学习清净,但博二字,你若一直去做,一直做,自然心不空忧 佛性不进化,是非,对待一大堆 道理其实很平常,你们所读的理太深,信者听不懂,也把道拉得太远了 其实道不是远不可轻,也是最亲近的 要好好的教化,不要让人家认为你们修的道都在半空中,与我们无缘 若真无缘,那你们站两旁办事做什么 结束虽脱不尽,但是念头可以转,则结束自然化小,因为念头守住了,因果自然就转小了 要先进化,心才会安静,心若安静,看什么事都会清楚 人修炼到一个程度要升华起来,不可停在那边,若停在那边 看事情只看到皮,看不到骨,看到危险却无法化解 若迫在燃眉之急,也无法马上挡得住,只好无可奈何地随它去 到时只能眼睁睁地看事情发生,泪眼连连也无药可依,这样你们会很痛苦 你们很有福气有这么好的道场可以修炼 也很有福气因为有那么多人牺牲能够让你们安身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们若能勤俭些,将福气传给在外流浪或无家可贵的孩子 让他们受你们的德性必应,继续将道传流千万事 如果你们太浪费的话,福气就到你们这代为止 那么上天替你们儿孙安排的一条路,你们就没有福报享受了 要三代兴旺六代同堂,都能够好好的拼这条道脉 这就要看你们前面开荒的人了,前面半道的人度量够深否 以及你们对道的认知有否深入道骨髓去 甚至你们所受的苦能否心甘情愿受 你们这代兽的结束很重,但是因为你们的牺牲 下一代兽的结束就转清了 你们疼惜自己的儿女希望他们受的苦比你们轻 希望他们智慧比你们深 所以你们看后面接引进来的人智慧都非常的深 但是要保住他们灵性清静,是要靠你们的德性 才有办法将他们的污垢除掉 普渡当初传道,第一批受尽千万的辛苦及磨练 但是他们的后学会守住这个道场 不管修持到什么程度,他们绝对会守住道场 不会随意败道,因为他们的念头时时刻刻就是守住这个道脉 收缘也是一样,前面的人若不吃尽许多的辛苦 你们就无法度化他们的智慧,所说的话就无法契合他们的心 普渡有的人修得很好,也是可以一脉成道,不并入收缘 要了解普渡与收缘是共一体的 并不是一定要走往收缘佛堂,才叫做究竟 有的人在普渡就知道要修,若修行圆满也是普渡收缘 圆满回去,就像圆白圣佛一样 佛开方便法门,道正收缘 你看无知度化,若是有修炼在先 知道这条道脉可修者,无会非常严厉的责骂 为得开悟者受诸苦这是他的业障 使他无法一时接触到佛祖,你能够因机缘,提早接触到佛祖 却糟蹋自己的佛性,这样就不可以原谅了 那么处罚当然就吓得较重了 要修的人会把握这条道脉 若不修的人就打入是当初吓得愿力是什么 就打入什么愿力的后果 你们看结束越来越多,愿气及结就越多 因为灵无法转世,所以积在气界的地方 愿灵与你们共同生活,造成人类许多的病症 同样的症状下同样的药却有轻重的分别 你们要三思,结束只有越下越重 不会手软的 走路要看前方,向前走,认真走 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看这个也不错试试看 看那个也很好尝试一下,当然就走不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幕君有点赞,订阅 在у盏修 会或门 切转装 会 子 无法转队 根本 mate 无法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高调 镜头 相当 董人 在米 bothering 难免 难免 用刺 以后 扒 成人类认 这 与点 您 管免免 能伍 尴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